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重陽節 大家有沒有去登高 但是在你們 有去登高 或者沒有去登高的同時 高雄死了46個 雖然我是講講文的 但是我想要講講高雄 很開始 高雄市 鹽情區城中城的大樓 在凌晨今天發生大火 火勢大約兩個小時後就受控 七點多就破息 首舊工作在下午告一段落 高雄消防局就說火警造成46死 其中32個明顯死亡 遺體是直接從火牆移出送往 市立殯儀館 另外有41個人受傷 今次的大火是高雄自1989年以來 傷亡最為慘重的火警 警方 調查之後 未發現有傳言說是情侶 或者 住戶爭吵 釀成這個意外的 另一方面有目擊者說 最先起火的地方 經常有些油民聚集 並曾經聽到有吵架聲 懷疑是煙頭引起火警 真淒涼 綜合了台灣傳媒的報導 城中城這個大樓 傳動共有13層 低層數在2、30年前是百貨公司 其中4、5樓是荒廢的電影院 現在已經荒廢了 7樓至11樓為住宅 嘩 又是百貨公司又是住宅 當然死得人多了 大樓因為公共設施 年久失修了 有些地方猶如廢墟 昔日有高雄第1軌樓之稱 但近年管理已經逐漸改善 區公所估計 包括租戶在內 大約有120多戶 在大樓來居住 120多戶大家當一戶 三、四個人 四個 12、24、36、48 即是500人左右 死四十幾個 嘩 死 唉 高雄市 《蕭雲告記新聞稿》說 城中城大樓已經有40年歷史 是一棟 地上13層 地下兩層的住宅混合大樓 地下的12樓是沒有用的 地上的1至5樓 是棄置 7至11樓有120戶住戶 根據高雄警局局長 王明超 透露 警方帶了四個人調查 包括有住戶、報案人和目擊者 目前依然擴大搜查嫌疑人 消防局局長李清秀 就說 現在進行7樓至11樓的編組 會進入室內全面搜索 針對住戶的 閉門 鎖住 會做破壞跟進入搜索 為什麼台灣字我真的看不明白 針對住戶 閉關閉 不明白 他並表示 目前的情況判斷 可能沒有生命跡象的人數會增加 會更加多人死 淒涼 有目擊者 就透露 不少人就看到 在一樓最先燃燒的 該處是一間 骨董店 什麼叫骨董店 真不懂 經常有郵民聚集 抽煙和喝酒 此外 大火發生前 就聽到有民眾 吵架聲 懷疑郵民和其他人在這裏吵架 另外在九樓 從事的士司機的住戶 就說 凌晨2點50分 我一人就回到家 因為聞不到 燒塑膠粒的味道 醇味道找到一個荒廢的店舖 突然就發生爆炸 火煙就冒出 我去過高雄幾次 我去過高雄人平安 高雄發不了大財 發不了大財 其實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台灣大火哥我們什麼事 但不是的 台灣是我們兄弟幫 我們香港人那時候有難 台灣人也有幫我們 也有幫我們打氣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台灣朋友 其實我還想說 1989年開幕的時候 那時候這個城中城 是那時候在高雄是一個 最 出名的景點 又有百貨公司 戲院 酒樓 餐廳 那時候真是轟動一時 不過算了我怕你們悶了 好了我開下一條新聞 這條新聞 驚動全香港的西環東邊街的 的士司機謀殺案 經過四十小時的大搜捕 警方最終在熱心市民提供資料下 在南丫島的一家士多外面 終於拘捕了 蔡南生 押了他回西灣河水警總部 再由警方重案組私家車 押回警署調查 他怎麼被人拘捕呢 消息就說警方當然對這宗案 高度重視 案發兩天 一連兩天 動員不同單位的人 進行全方位的調查和守證 他昨天更加派到這個刑徵人員 去南丫島進行調查和搜捕 第七點多的夜晚 警方接獲一個女子的報案 這條傻子 蔡南生 他還在一家士多外面喝啤酒 喝啤酒 我的朋友都說他傻子 你穿草 還在到處磨 不過你都厲害了 躲到南丫島 我也想不到 那 發現他 那個女子的報案 相貌和警方所發佈的追緝相片 這個疑空吻合 警方隨即派 加派軍裝人員 去這個島上進行搜捕 我當搭船進去了半個小時 如果他知道 他仍然有半個小時逃走 不過他最後壞了 成功在碼頭附近 接獲疑犯 將他押回警署 晚上十點多 昨晚 大批警員去到榕樹灣 榕樹灣後街 一家事多外搜證 警方其後把疑犯 壓來 這個南丫警江 因為呢 平州 南丫島 我不知道 平州 就只有警江 沒有警署 只有警察 在這裏 帶上水警快艇離開 身穿紅衣的疑犯 就戴了頭粒 雙手 腰前雙手和 腰就纏著這個鐵鏈 由大批警員押送 我聽說五十多個 是壓勾走 不只是十幾個 忘記了 有記者在現場拍攝 疑犯一道 要你老母 這些記者就夠說 說他目露空乾 他都凹了頭凹了 你看夠到嗎 據悉呢 警方 會將疑犯 壓去這個南丫島之後 壓離這個南丫島之後呢 才會將他送去這個長洲警署 即是只有長洲 即是那些離島 應該只有長洲有警署 因為多人 據悉呢 他昨天 在那裡喝啤酒的那家士多 就是因為八號風球 那麼優業的 那麼今早早呢依然都是落閘 那麼有探員呢 曾經去到附近的店舖 就查這個CCTV 調查 疑犯在島上逗留的行蹤 不是啊不是啊 放下武器那些 我差點想說關我們什麼事 Sorry啊警方啊 那麼有居民說呢 昨天疑犯呢 整個雨天就坐在士多外面 一天 就無所事事 那麼另一隊的探員 今天早上回去 案發現場東邊街一帶 就再搜集 那些東西啦 CCTV那些 希望釐清這個 案件 那麼 住在士多 旁邊的女街坊 Bora就說呢 昨天的情況很嚇人啊 見到一個陌生人一直坐在 屋外面 我很害怕啊 那個人啊 在雨天 坐在士多外面 整天無所事事 附近的居民都想知道他是誰 和坐在這裡的原因啊 但是他不斷背著人目路空缸 感到不寒意律啊 那些記者亂寫啊 亦都沒有人敢走去 查問 Moa說呢 昨晚回家的時候 警方已經到場了 他沒有看到拘捕的過程 那麼另一個南亞島居民 曾小姐就說 接獲朋友通知呢 這個疑犯就被捕 所以過來白下啦 但是當時警方已經將疑犯捕 並且封路 所以看不到過程 他說捉了就好了 他說呢知道疑犯潛逃南亞島 都沒有太擔心 因為我們這個安全島來的 有罪案都會很快破案的 說南亞島面積很小 疑犯很容易被沉獲 嗯 就是他教一些疑犯 下次不要去南亞島 不是我說的 曾小姐說 反正人就拘捕了 他下面那些沒有反抗 沒有武器啊 那些怎樣 不說啦 那這個我想都沒得走了 終身監禁啦 那今天十四號重陽節 行政長官處理那一隻 因為應該林鄭月娥上了大陸 處理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香港大會堂紀念花園出席紀念儀式 悼念1941年至1945年 為保衛香港而捐軀的人 應該是日本人打到來 並致宋花圈 致獻花圈 出席還包括梁振英 羅永江 終審法院法官張舉能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陳詩詩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日前 去到浩原悼念73位 因公殉職的同僚 並了解殉職收樹 女工 曾蔡如 和殉職水景臨院 而稍後 安葬的務位 聶德權期後再到 景仰園 為馬尼拉人治事件中的死者獻花致意 據悉 林苑儀 女水警督察 在下個月2日會在洪瀡世界殯儀館舉行最高榮譽喪禮 遺體會安葬在浩原 和55康民署的 曾蔡如 修樹工 今年8月和另一個技工 在西環水街和德庫道西郊界路段登上升降台 修剪樹木 期間調備為機件故障截斷 兩人就從升降機急聚 曾蔡如 昏迷宋縣後不治 都會安葬在浩原 安葬有傭用嗎 有沒有錢賠給別人 不過我想這些有的 行了 今天是這麼多 不知道說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大新聞 沒理由說別人去拜山那些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頻道 月費贊助 重樣節 紀念先人 我們也為 高雄的死冷者 默哀十秒鐘 好 拜拜 好 拜拜